谁说减脂漆只能喝白海水 不能喝饮料 夏天想喝饮料又怕胖的姐妹们 今天这条视频你们必须得看了 今天来分享的这些呢 全都是我一直以来非常爱喝 黄炫一个夏天都不怕胖的 夏日减脂漆快乐水 首先来讲两个这个是黑咖啡 这两个牌子呢 一个是UCC 一个是Blandy 我觉得Blandy这个味道 它会更醇厚更厚重一点 UCC呢 它的味道就稍微清淡一点 我买的都是无糖版本的 它们也是有那种微糖版的 如果不太习惯喝非常苦的咖啡的姐妹们 这些美食可以帮助你排水一种提神 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你防止暴食 抑制食欲 加一点冰块 它就是冰美食 然后你可以加牛奶 就是拿铁 还可以加椰子水 气泡水 1比1的形式 自己去调配 研究出自己喜欢喝的口味 这两大瓶 它们分别才十来块钱 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划算了 可以喝个好几天 在外面十来块钱 应该只能买到一杯冰美食而已啦 本椰子水狂热爱好者 实名给这个河马的椰子水打空 而且它是我和另外一个 非常爱喝椰子水的姐妹 一致认为 它会喝下来 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味道 倒出来你就能闻到 它是那种 纯纯的椰清味 没有任何添加的感觉 而且它的配料表 超级干净 白砂糖的含量是零 平时在超市买一颗椰子 都要十几块钱 想喝椰子水 又怕吃椰肉胖的姐妹们 不如直接买一大瓶 这种椰子水放在冰箱里面 夏天配上冰块 或者是配上咖啡 都是非常的绝 我是超爱喝柠檬茶 每次在外面奶茶店 去买柠檬茶呢 我虽然备注了 让它给我不要放糖 可是最后发现 好像都放糖了 这个牌子的柠檬茶 我真的是怀疑 它在自己卷死自己 一个柠檬水 它出了大概有七八种味道 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它的热量 一瓶大概就是60多卡 连半个苹果都没到 而且这个是 零蔗糖 零脂肪的 每次吃一点什么 小烧烤 小火锅的时候 配一个这种酸酸甜甜的饮料 夏天的快乐 这不就来了吗 里面还含有超级丰富的VC 喝的时候既能够满足自己的口感 还能够顺便把VC给它补充好了 最重点是 不怕把自己给炫烫了 这个网上超级火的鱼干汁 我也是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被种草到的 我之前就特别爱去耐血的茶 喝他们那个霸气油干汁 自从解锁了这个鱼干汁之后呢 我发现自己在家里 也可以DIY出耐血的茶 原版的那个口味 这一大瓶油干汁 满满一身的量 才三十几块钱 而且它的配料表 也真的是干干净净 据说油干汁喝起来 还要一点瓜油的效果 这样直接倒出来喝呢 它的口感是那种不甜不腻的 是有一点微微的酸涩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喝一些 低卡的糖浆或者是喝气泡水 如果是喜欢喝茶的话 还可以喝茉莉花茶绿茶等等 一起调配着喝 因为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喝酸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直接倒出来 哪怕没有去调配 它的一个味道也很对我的胃口 但如果你们喜欢喝酸甜一点的话 网上有好多那种 霸气油干茶的一个调配方法 糖浆啊蜂蜜啊 换成零卡的代糖 或者是零卡的糖浆 这样喝起来真的是一点负担 都没有 妥妥的一个夏日瓜油神器 日常因为蔬菜吃不够 常常有便秘困扰的姐妹们 真的非常建议 家中长屯这个伊甸园的青汁 这个也是零糖零脂零碳水 在青汁里面富含超级多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 它喝起来是那种淡淡的抹茶香 入口非常的清爽 我觉得这种瓶装呢会比那种需要自己去冲泡的粉剂要好喝太多了 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方便 我经常因为忘记去冲 然后这个青汁整个就一个大祸期 而且它这个热量真的低穿地心 你们看到这个配料表有没有觉得很惊讶 三德利的乌龙茶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吧 我平时在外面都是买那种小瓶喝的 在家里呢就会囤一些这种大瓶装 便宜又大碗 早上起来一杯美食 其余的时间呢就大口蹲蹲蹲这个无糖乌龙 我觉得这个组合算得上是一个掉秤神器 乌龙茶里面的茶多酚 它不仅是可以帮助我们抑制脂肪的形成 还可以在我们吃得很油腻的时候 帮我们排除分解一些油分 在外面和朋友聚会吃饭的时候 如果吃得太油腻了 你随餐也可以喝一些这种乌龙茶 像是便利便利的超市一般都会有这个乌龙茶卖 那大家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选这个无糖的 万一你发现喝这种乌龙茶会有一些影响自己的睡眠 那么我还是比较建议晚饭后睡觉前千万不要喝这种 最后一个油切大麦茶我觉得乌龙茶大麦茶 算得上是我们日常随处可见随处可买的一个瓜油神器了 我之前其实比较习惯用那种带泡的大麦茶去泡着喝 但是泡着喝呢就是麻烦 所以像这种瓶装的我真的觉得还蛮方便的 冰在冰箱里面随随随地拿出来喝 这个油切大麦茶我觉得就还挺解腻的 我觉得它的口味会比乌龙茶更加清淡一点点 而且里面还有很浓厚的那种麦香味 习惯了喝乌龙茶想要换一下口味的话也可以选这个大麦茶 它会带了一丝丝的甜在里面也挺好喝的